而美中之间一个很大的局语 在一年多来跟欧战有关 美国一直看不惯 中国大陆不愿意跟俄罗斯划清界限 反而越走越近 这个战争持续地打 美中在这一点上的严重分歧 就不可能让他们合作愉快 在上个月底 俄罗斯曾经出现一天几乎军变 瓦格纳佣兵现在战事都到了白俄罗斯 而白俄罗斯的国防部公布了 瓦格纳佣兵训练把俄罗斯士兵的画面 让波兰绷紧神经 美国提供了乌克兰杀伤力强大的 急速炸弹之后 允许欧洲训练乌克兰 非美国制的F-16战机 乌军近来反攻 没有进展 因此必须加紧武器装备 克里米亚大桥在周一载船爆炸 莫斯科指控是乌克兰的恐怖行动 另外俄罗斯也表明 到齐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不再延长 看似风平浪静的克里米亚大桥 周一凌晨喘出爆炸 造成两人死亡 一名孩童重伤 这座桥是俄军在乌克兰的重要补给线 也是俄罗斯总统普清主持开通的工程 这条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 长19公里的公路和铁桥 在爆炸后一度全面封锁 这场爆炸时间点恐怕来得不巧 因为由联合国和土耳其促成 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就在中一到齐 协议下从乌克兰一共出口近3300万吨玉米 小麦等古物 当中超过八成运往亚洲和西欧 联合国表示 驻全球粮食价格降低20%以上 不过最后一艘可通行的古物船 周日已从乌克兰港口奥德萨出发 莫斯科自6月27号 就没有再同意注册任何新船只 俄罗斯总统普清对古物协议 还没亲自表态 但对乌克兰战况倒是开了进口 普清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乌克兰试图夺回领土的反攻行动没有成功 另外普清说 他也认为使用极数炸弹是犯罪行为 声称目前为止 俄罗斯还不需要使用 但如果乌军对俄军使用这类炸药 莫斯科有足够的库存来反击 尽管普清说 在乌战中还不曾使用极数炸弹 但根据国际人权组织 俄乌双方在战场上都使用过 全球上百国禁止使用杀伤力强大的极数弹 但军事强权的美国 俄罗斯中国大陆等 皆没有签署公约 现在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提供的极数炸弹 承诺只会使用在驱散敌军集结 而美国不止给极数弹 拜登政府高官透露 将同意欧洲国家训练乌克兰飞F-16战机 这个决定一反美国总统拜登年初说 他不认为乌克兰需要F-16 但目前基辅地面部队反攻一大阻碍 就是俄罗斯握有制空权 俄军的空中优势使得乌军难以推进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乌军反攻开始两周 武器最多就损失了两成 之后被迫改变战术 把重点放在使用长城飞弹 而飞加快推进 把损失率降到约一成 弹光六月已损失超过20辆战车 包括欧洲提供的暴室坦克 而在乌东巴赫姆特一役 相当关键的俄罗斯佣兵瓦格纳集团 乌克兰和波兰官员证实 瓦格纳战事已经到了白俄罗斯 根据白俄国防部公布的画面 瓦格纳佣兵在白俄首都明斯克 东南边城镇训练白俄士兵 瓦格纳以往白俄 是佣兵结束六月叛乱协议的一部分 白俄观察组织表示 至少60辆的车队 上周五晚间从俄罗斯入境白俄罗斯 似乎是前往白俄中部 由官方准备的营地 波兰官方则表示 人数可能达数百人 华沙已开始把上千名部队调往东部 以防白俄边境紧张局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